哈扎德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,原来在他的身上还有很多难题,而干妈和拉大大叔也来了,几人之间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? 崭新的一天开始了,当摄影师来到孩子们家中的时候,哈扎德正在房后进行工作,可以看见远处的天空已经阴了起来。 估计在不久以后就会迎来一场暴雨,昨天肯尼的道来鼓舞了哈扎德,这个男人正在努力向幸福争取,此刻的哈桑也找到了事情,他再次玩起了家中另一个水桶,看来最近哈桑是和水桶干上了,不是玩白色的水桶就是蓝色的。 这时哈扎德在一旁拎来洗水,随后便继续搅拌水泥,目前的哈米德兄妹已经去上学了,所以哈扎德一边陪着哈桑一边工作,经过肯尼的陪伴和鼓励。 此刻的哈扎德也是信心满满,他积极努力地搭建着房子,希望到时候可以得到肯尼妈妈的认可。 但是摆在哈扎德的面前还有个难题,如果肯尼妈妈真的同意二人的婚礼,那么哈扎德到时候会不会去干妈的家中结婚? 毕竟他自己的家中实在是太小了,当初干妈说可以用自己的房子,但是最近干妈又没有过来,现在只好等干妈啥时候过来再说吧。 就在哈扎德用水养护墙壁的时候,年幼的小哈桑这时也没有闲着,在这个孩子的手上拿着铁锹,就仿佛在学着父亲的模样工作一样,看起来非常的可爱和好玩。 哈扎德及时制止了哈桑的动作,他在房间内拿出了哈桑的鞋子,然后给小哈桑穿上了鞋子,毕竟水泥是比较厉害的,一不小心就会伤到哈桑的脚丫。 昨天肯尼刚给哈桑洗澡完成,而今天的哈桑又弄得狼狈不堪,看来想让这个小家伙保持卫生是有些难的。 哈扎德重新拿起了铁锹,继续往小车上装水泥。 随着他的动作小车被逐渐装满,就在哈扎德准备施工的时候,哈米德兄妹也放学归来,看着哥哥姐姐回来,小哈桑非常兴奋地跑了过来。 这兄妹几人的感情是真的好,在母亲消失离去以后,哈米德兄妹就照顾着哈桑,可以说哈桑完全是哈米德兄妹抚养长大,兄妹几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。 哈米德兄妹来到了父亲身旁,几人在门口简单地交谈一番,可以发现哈米德兄妹非常的孝顺,几乎在放学的时候都会先和父亲沟通。 等二人离去以后哈扎德继续工作,经过昨天的施工,这面墙壁也完成得差不多了,孩子们来到溪水旁清洗卫生,这个时候的二人非常的高兴,因为哈扎德即将迎去肯尼,他们一直憧憬的妈妈终于有了,而孩子们也可以享受到消失已久的母爱,清理完卫生的孩子们回到房间,哈米德换下了厚重的衣服。 现在伊朗的天气真是有些多变,有的时候非常的炎热,而有的时候又突然变得寒冷,哈米德将哈桑抱在了身上,随后陪着哈桑在房间内玩耍了一会。 哈扎德给孩子们准备了食物,二人将食物放在了盘子中,几人围坐在地毯上吃着食物,而他们的父亲却并没有吃,反而是继续回到了房后工作。 但让人有些想不到的是,就在哈扎德工作的时候,哈桑突然来到了外边,在他的手中拿着食物盘子,默默地坐在旁边吃饭,就仿佛在陪着父亲哈扎德一样。 这边的哈尼也开始清洗卫生,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勤劳,当哈尼将碗筷清洗完成以后,哈米德正在打扫房间内的尘土,趁着孩子们正在工作,小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,如果你现在五十岁,建议每天空腹来两杯,如果你七十岁,建议你把它当饭吃,这个就是黄瓜子粉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,黄瓜子粉富含丰富的植物钙和膳食纤维,常吃日是对身体非常好的,特别是胳膊腿疼的朋友们,黄瓜子粉高钙且没有这趟,对于咱们中老年的朋友们非常合适。 所以趁现在有活动,赶紧多推一些黄瓜子粉吧,都是精选东北特有的汉黄瓜子,不加这趟低温烘焙制成,直接用开水冲泡两分钟就行了,入口丝滑香甜营养又健康,现在厂家搞活动拍下, 还有赠品,你只要点开我下面头像,头像下面看到一个商品橱窗,黄瓜子粉就在商品橱窗里。 在时间的流逝下,兄妹几人完成了工作,他们趴在地毯上写着作业,弟弟哈桑今天也出奇地懂事,他对于二人并没有搞破坏,而是默默地看着二人学习。 哈米德将小车推到了溪水旁,然后用溪水将小车刷洗了一番,等将小车弄好干净了以后,孩子们又开始收拾外边的柴火,他们想时刻保持家中的整洁,这样等肯尼家人来了以后,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。 这期到这里就结束了,朋友们别走开小编马上更新下集,小编已经解说哈米德一年的时间了,因为解说是没有收益的,这也就为啥好多解说不更新的原因。 生活所迫于是小编决定顺便卖点货,点击小编的头像私信下边有个商品橱窗,里面有许多优质的商品,在哪里买都是买有需要的朋友们,在小编这里支持一下呗,非常感谢。 感谢观看